你現在是願夢了嗎? 避兜 願夢了 不可以說願夢 但是我觸碰到我的夢想 順不順利嗎? 你覺得 比你想像中 不意外地有很多意外 不順利地 我們順利地完成了 你沒有想過就是你要叫白車的人嗎? 它是其中一個 除了一些可能身體承受的意外之外 因為有很多我們以往拍攝節目 我們會 即我們去開東南亞地方拍攝節目 我們會 對不起 我們去開東南亞地方拍攝節目 我們都有資源和空間 我們會通常去那個地方看一次景 即是再短也好 但是非洲因為那個 就是很簡單 錢的問題 我們是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就是 可能跟當地的單位溝通了 我們會來拍攝節目 然後去到就拍攝 但是可能去到的時候 就會有 都不少的貨不對版的情況出現 SaleQ SaleQ那麼辛苦 有銷公司那麼多錢 收視壓力會不會好嗎? 收視壓力 我一向都 不當是一回事 我在公司 其實都是一個爆筆KOL 因為你經常想著這些東西 你不會做到一些好看的東西 所以我就暫時集中在 我想將節目做到最好的方面 那些東西就先放開一點 那些就留給老闆想 這次推銷橋你就是順利還是順利? 會不會掙扎回家嗎? 意外地順利 我剛剛在另外一個貨品有說 我不肯定是自己 因為這條橋我兩年前推銷過的 那時候我就一時禁止 不可能的 你不要再銷售就走 別的 但是這次銷售就 很簡單的銷售 我就想 究竟是我這兩年的信用度高了 對呀 公職 還是公司快要不行呢? 哈哈哈哈 不是不找回ERROR嗎? ERROR 很忙的 是啊 而且始終這次我是 就是去很長的日數 那他們很多時間上都不一定會走到 那你會擔心嗎? 你經常揹著整個團隊 四十幾天 你有這麼多對話嗎? 有什麼危險嗎? 有的 有的 首先其實我整個旅程 我最擔心的就是 因為我們去之前 我們自己對非洲 真的會做很多Research 我們沒有去過 然後會覺得 首先最重要的一定是 整個團隊的人生安全 因為我們都會有去一些 比較落後的地方 我們上網看就會有些人說到 甚至當地的導遊 當地製片都會跟我們說 這裡治安是不好的 你要小心一點 有可能 你在拍攝的時候 有很多人看著你 會突然會來搶你的東西 而我們都有一些 驚險得來又沒事的經歷 你有什麼場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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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有去過一些可能 很窮的地方拍攝 會自己有些體驗 我忘記了你問什麼 哈哈哈哈 有沒有笑被人搶的 是不是驚險 有沒有被人坐地起價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有 譬如我們 跌了一部GoPro 我們有一個項目 然後無緣無故可以由一個不知名的部門 來收我們幾千元 而我們是不讓他離開不了機場 我們有很多這些 這些就是令到你可能 預算上又失落 是的 我的工作 我就是說我是盡量看著預算 去拍一些好東西 勒著我的就是我身邊的好拍檔 他們就是負責勒著我的人 勒不到的 勒不到的 我們一問管組 管組是Agent L Agent L有什麼徒苦之處在對著他 用懷遊政策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跟他硬起來的 一定要遠遠地銷售他 但也是銷售不到的 我只能夠每天跟他報道 今天爆了多少 然後就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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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今次這個節目也特別的就是 原本這個節目 我們現在的節目叫無制限探險隊 但最早期我推銷它的時候 這個節目是叫幕後探險隊的 為什麼要幕後探險隊呢 大家其實接下來看這個節目就會知道 我們的編彩角度會是 除了主持之外 可能會是幕後人員 他們對拍攝有什麼感受 不只是導演 可能是攝影師對拍攝有什麼感受 收音師對拍攝有什麼感受 甚至乎化妝師 他對這個行業有什麼偉大的夢想 都可能會有這樣的有趣的在裏面 好像剛剛那樣 究竟柯市的位置是哪位 柯市那個位置是他 柯市就個個都有柯的 但聽聞因為被人隔著的 要被人拍的 那時候就說起 其實我們會去一個 沒有廁所的地方去拍幾天 我們都打了一個島 我們都打了一個島 就是哪一個會在那裡最早去廁所 就會被人拍的 那時候我其實很有信心 因為我長度都 這樣叫健康還是不健康 這時候又不是很密 總之我不是大熱的頭衣 但誰知上完一個山後 就突然間很痛 就完到復書也沒辦法 這裏那麼犧牲又會拍攝你 哦 這裏喜歡拍我史可利用的 真的太多了 你不會覺得犧牲的 大家 Ring P 有什麼爆點呢 在這裏 他不開心都拍到哭 吹沙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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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Ring P 就是入行一段時間 遇上平頸的製作人 然後他就有點不開心 不是啊 當時是有點壓力 做得太久 然後有個男人就無緣無故在那裏罵我 好用力地罵我 然後我就不自覺地流起眼淚 哇 你流眼淚了嗎 吹沙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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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才有那麼大風 在那個形裏 在那個形裏 太大風了 所以感動起來 但是最記得就是要犧牲一下色相 你指什麼犧牲色相 你自己除那些不叫犧牲 好不好 你出埋色 你自己除了 你喜愛裸爐而已 吹沙入自己除了 你為什麼犧牲色相 解釋一下 有一部分 說不說得到 你遷就住了 露出身體某一部分 但是那部分就不是很漂亮 它是圓的 圓潤一點 圓潤一點 所以自己覺得不是很漂亮 希望他可以幫美8 或者打架才出街 就是這樣 你聽到他的訴求嗎 美8 聽到聽到聽到 全部 會 剪掉了什麼 我剪了接近一半 爆光剪下去 是啊 應該剪到出街還有一天 那你怎麼會犧牲 即不是犧牲 即是那麼危險去玩 射槍 其實再重申一次 射槍本身是一個 都很安全的項目 而那個受傷其實是一個 基於一個突發的情況 再加 處理得我都不只算是好還是不好的 即是一個突然的決定 做出來就令到有一個小意外 而最後一個意外 總之我沒有穿沒有爛 站在這裏都不錯 因為你是因為這樣而開白車 因為這單 因為剛好那天我們拍 不是射槍 我們拍另外一個 我們是跟蠍子有互動的 我們就安排定了一輛白車 剛好 誰知道那輛白車 就不是給蠍子用了 就用了在 是的 是的 他上白車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暗熱行行搬戶 還是那些 擔心 沒有 我意外地 因為我們一向都是 常常會互相攻擊大家 稀皮笑臉的一群人 我很記得就是我坐在白車上 撩箱的時候 看著大家都對著機器 舉著搬拍著我 我看到大家的畫面 是大家很緊張 我就覺得 大家都挺著緊的 有沒有一些衣服出入眼 很可惜沒有 那裏沒有風 在室內裏面